下午5点,公路迷离开山东蓝蓝,时间确定,拱小兵回归获新身份。 欢迎大家收看本视频,视频开头,劳烦大家常按点点赞, 你的点赞会让更多喜欢山东蓝蓝的球迷看到这个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咱们言归正传。 北京时间3月18日CBA第三阶段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收尾的阶段, 在昨天晚上,山东队对阵福建队最终以113比102击败了福建队, 这场比赛胜利终结了山东队连败,这一战非常重要, 山东队也是背水一战,击败了福建队,成功保住了第12名, 这也让山东队挤进了季后赛,看到了一丝丝希望, 本个赛季山东队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上个赛季山东蓝蓝打进前四强的阵容, 这么一手好牌被徐昌所玩的是稀烂, 在山东蓝蓝连败的情况下,徐昌所也是一直甩锅, 这不仅让山东队的球迷非常的愤怒, 徐昌所作为山东蓝蓝的主教练, 更是得不到球员们的尊重, 不过山东队如此差的成绩,球迷们却特别的开心, 球迷们开心的不是因为成绩, 而是因为山东蓝蓝的总教练, 龚鲁明将在本个赛季结束后就会离开球队, 这对于山东队的球迷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在龚小斌离开山东队之后, 山东蓝蓝邀请了龚鲁明出山辅助山东队, 最终徐昌所出任山东队的主帅, 龚鲁明成为山东队的总教练, 但是从本个赛季的成绩来看, 两个人非但没有帮助山东队, 反倒是把山东队搞得一塌糊涂, 龚鲁明在本个赛季结束之后将会离开山东队, 而山东队在这个赛季闯入季后赛的可能性也是非常的小, 所以徐昌所可能会提前下课, 不然在季后赛会非常的尴尬, 这个结果是球迷们一直想要的结果, 看到山东队在本个赛季的表现, 球迷们也是一直呼吁徐昌所赶紧下课, 而最近有媒体报道, 龚小斌已经返回山东蓝蓝工作, 在山东蓝蓝训练基地赛场上看到了龚小斌的身影, 龚小斌目前是山东清训队的代理主教练, 其实山东队的球迷都知道, 龚小斌出任山东队主教练之前就是负责清训工作, 然后第二年龚小斌就突然成了山东蓝蓝的主教练, 那么看来这一次山东队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来赢回龚小斌, 龚小斌的执教理练和山东蓝蓝高层有一些不和, 不过这一次看得出来山东蓝蓝高层也是做出了妥协, 相信龚小斌接受山东蓝蓝主教练之后将会有很大的权力, 可以放心的施展拳脚, 山东队曾经在两次最困难的时候都是龚小斌出手帮助山东队走出困境, 如果龚小斌能够继续执教山东队的话, 也会面临着一些问题, 比如丁岩宇航的合同到期, 朱镕镇将回归, 高世炎也将离开球队, 几个核心主力的离开对山东队影响非常的大, 那么在未来龚小斌接受山东队之后如何组建新的队伍, 球迷们也是非常的期待, 不过在龚小斌的执教能力方面, 球迷们都是非常的认可, 我们也希望龚小斌能够早日接受主教练, 把山东队带出困境, 对于龚鲁明确定离开山东队的时间,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面留言哦,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